11月3日深圳卫视2010年度跨年音乐祭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 这次深圳卫视耗费5000万将音乐会以季度的形式展现出来 邀请50大明星参与组成极其豪华的演唱会阵容 主创人员和几位嘉宾都来为此次跨年音乐祭宣传助威 演唱会主持人之一包小博还在发布会现场进行热身运动 从音乐人到评委再变身为主持人 包小博不但不紧张反而显得自信十足 主持这个所谓的跨年音乐祭 那对我来讲是再恰当的不过了 因为我是用音乐人的身份来主持 引领出更多音乐表演的人 在这个特殊意义的演唱会上面 所以我觉得我还应该算是熟能生巧 此次发布会主办方请来游洪明 大张伟和周笔畅几位表演嘉宾代表 不久前刚发新唱片的比比 以女人味十足的中长发黑裙的形象示人 在当天显得格外突出 备受媒体关注 第一个焦点就落在了比比转型后的新形象上 一向纯默寡言的比比是否招架得住呢 就是还是按照之前的预线 比比一句话就简单带过 记者随即将问题抛给了大张伟 快言快语的大张伟是如何应答的呢 大张伟应该也很少见到比比这么女人 最近经常见着 闻着味都过去了 特别的好 对 因为周老师从这张专辑开始 不就是走女人戏这个感觉吗 我觉得特别的惊艳 对对对 让我心中感觉这个女神的价值更高了 是这样的 随后记者又抛出了 谁将与比比同台的问题 游洪明看到不知如何作答的比比 马上出来解围 我吗 我现在不知道 对吧 应该让电视台来回答 对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不是执行单位 接下来的问题 比比比似乎更加招架不住了 显得十分无奈 你别老问我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问你 就回答都不是你 对对 当记者最后问到 比比是否能参加今年春晚的时候 比比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现在还没接到同事了 对啊 就是从去年然后不一直也问我这个问题吗 然后我觉得应该每个人然后都会想上春晚吧 对啊 然后因为上春晚其实就是 怎么怎么说 标杆 标杆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